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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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看1958年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工作會議或清開審議的統戰會 他們的文件都是清清楚楚黑字白色的放在那兒 我們國內的有一位非常能幹的宗教文系研究專家 他在他自己的文章裡說的一句話 我黨的宗教信仰政策是完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問題 根據馬恩涅斯關於對宗教問題信仰問題的論述和決斷來建立 請你們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發表的北京大學一位博士後的文章 正是在這樣一個完全繼承馬列要消滅信仰宗教自由的前提下 中國在1949年之後 中國在1949年之後進入了一個信仰中心 在信仰專制的前提下 中國的各種宗教各種宗教的活動受到了當政者 統治者的全力壓迫欺騙甚至也是這樣 有一位著名的報人李勇先生寫過一篇文章 他親眼在廣州看見將一千多名一貫道的成員誘騙到電影去看電影 然後請他們聚餐 然後請他們參觀 當他把這一千多人運到一個山蚊子裡面的時候 用解放軍的機關箱全部把他們殺光 我自己從小就看到種種的對於宗教活動 有宗教人士的可憐 五十年代的鎮壓反文明當中 所有的反中道會們被被壓 就是各類宗教的宗教人士的信徒們被鎮壓 基督教就不用說了 基督教是因為是外來的宗教 而且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這句話講的是很錯的 雖然他在一百多年前具有不分的事實性 但是不要把它規制在基督教身上 而是有些教師被利用 他利用這個東西 鎮壓反共道會們和鎮壓反共的運動結合 和土改運動結合 與蘇清反共的運動結合 與城鄉社會主義改造結合 與反右結合 與反右群結合 四清結合與文化大革命結合 我請問在座的朋友 你們問問你們大陸的親人 家人 友人們 在那個連頭的所謂毛澤東時的 有幾個有信仰的人 信宗教的朋友家人 沒有受過威脅 迫害甚至於是關押和處死的 即便是今天基督教的家庭教會 在中國大陸的處境 也沒有改變 即便是今天 中國大陸本土在九十年代住所 舉起的一家新宗教 所遭遇的迫害 也是中共迫害宗教信仰的氣序 不是從你開始啊 到了文化大革命 我自己親眼看見了 所有的愛國教會的牌子都給砸了 基督教愛國教會的牌子都給砸了 我親眼看見 和尚尼古墓廟裡面 在打砸敲墙以後 把他們拎出廟門 够站一對 然後有紅衛兵來亂點鸳鸯 這和尚配了尼古 那尼古墓有和尚 那就是我親眼所見的 侮辱宗教 他們有勝於此 這可是對漢族 對少數民眾我們後面會講 到了八十年代 境況稍微有點改變 改革開放了 思想上相對的有一點點自由了 也不太清理像毛泽东時代那樣 因為信仰專制 宗教專制 因為指認馬列都殺白家 所以給知識分子加上了思想罪 反革命罪 反社會主義 反毛泽东思想罪 為此 不知多少人丟了老袋 進了進去老 在八十年代初 情況越有相對改變的時候 也就是說 共產黨要用專制改良 就是改革開放 來救他自己的時候 在客觀上 人民感覺到了一定的 和一點點寬鬆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我也得到了寬鬆 為什麼呢 我十歲父親打右派 大家可以想像 後面二十年是怎麼過的 但是我沒有因此而恨共產黨 我恨共產黨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如果你要說我恨的話 就像昨天郡國瓦有人說的 我們不能仇恨共產黨 我說為什麼不能 我不講別的 我講兩件趣事 一件事 1982年我在何菲開會 那個時候我已經是 中國獨教學會 駐安徽的專業作家 我在何菲開會的時候 空白個小和尚 穿著一臉嶄新的袈裟 年輕 漂亮 有風采 無聞之餅 白天開完會 晚上聚餐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是小沙米啊 你怎麼樣來開會 他說我也是青年委員嘛 安徽省的青年委員 我說那你喝不喝啤酒啊 他說如果把他認為是飲料的話 也可以陪獻這一杯 我就親自給他倒了一杯啤酒 他這一杯啤酒下桌以後 小和尚一隻人 他就說了一句話 跟你說一句話啊 我是南京神學院畢業的 我在神學院就入了檔 我現在是九華山的科技和尚 科展案 活上科展案 科技和尚 我不忍心出他的名字 他跟我一樣都是被統戰對象 我還是他領導 因為我在莫名其妙當中 我忽然有一天人家說我組成冒煙了 我做了安徽省青年副主席 因為我是唯一界的 把我當花瓶而已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又發生在一個和尚村上 一九八幾年 八六年 八七年我在北京開會 也是晚上俱餐 我又碰到了一個高僧 年輕略大還有點 氣度更加紅 由於他對我的興趣 我們坐在一個桌子上 他跟我聊天 跟我講 你有民主黨嗎 我說我連共青團隊給我 不如黨不行 不如黨不會有真正的前途啊 一個和尚跟我講 你不如黨不行 不如黨會有真正的前途 我就想起了我們安徽省文年黨主書記跟我說的一句話 小高啊 你要入黨啊 你不入黨我們將來不好安排你啊 那我就問他了 我說你是一個和尚 你現在跟我一樣 都是全國青年委員 都是這個那個那個的 我說 我嘛 是凡人啊 你跟我已經 他在紅塵裡走了幾步 儘管不是自願的也不是自覺的 可你是一個萬事皆空騰入封門的人 你怎麼也會走紅地堂走入紅社會 他勸我若黨呢 他說 你不知不知道啊 現在我們佛教界 青年和尚 哪個不是黨員團員啊 不是黨員團員就能生主持了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是處級幹部 你知道嗎 我先碰到個科技和尚 又碰到個處長和尚 他是全國青年委員 那天晚上他跟我喝的啤酒可多了 我講的是真人真事啊 我相信我的老同學 古華先生 他一定有遇到回去 一類似的事情 他當時更有名 他比我有名氣有拯救的多了 改革開放 表面上的思想統治好像是放鬆的 可是乘坐重新建立修和尚 重新建立宗教隊伍的機會 把和尚們 基督教的外國教會的幹部們 都變成了共產黨 所以今天少林子的主持 今天傳出一段風流佳話 不是二百就是小三 明明又傳出一段貪污的髒話 不是一百萬就是一千萬 今天又傳出一段貪污的馬車 明天又說 但又到處又滑這個別墅 為什麼 一個國上 一個真正的信仰者 脫笨之人 你哪來的女人 紅塵和金錢 哪來的 黨給的 這就是信仰專制 信仰專制造成了宗教迫害 它的命一變 就是改造宗教 把宗教改造成信仰它的主義 削它的馬列 做它的徒子徒生的 被返的道路上去 這是 1949年以後 中共對中國境內歌民族 所進行的第一大共同破壞 就是從信仰專制到宗教破壞 第二大破壞 製造階級鬥爭 逆行政治破壞 我想這個問題我都不想想 在中國稍有一點年紀的朋友 都知道什麼叫階級鬥爭 霸裂革命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制是馬克思主義的 念條 理論念條 是馬克思念領主義的靈魂 只承認階級鬥爭 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者 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 在1949年奪取政權以後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第十年 他死掉 接著都對死 年年講義決講日日決 有一個朋友搞文革研究的問我 他說為什麼在文革當中 鬧成那個樣子 武鬥 打死那麼多人 沒有一顆子彈是飛向共產黨的革命委員會的 為什麼在文革當中 天下已經大亂 可是 階級敵人還是階級敵人 紅色貴族還是紅色貴族 雖雖然有一點點的反覆 可是階級敵人從來沒反覆過 不過在短暫的時期內 從五類分子變成十類九類分子而已 從五種人變成九種人而已 增加了叛徒歷盡公罪之流 那就是因為 毛澤東抓了兩手 如他四九年以後發動了十幾次政治運動 抓階級鬥爭一樣 在這一次發動黨的路線鬥爭 都要鬥到他的敵人 劉少奇他的政敵劉少奇和劉少奇的共產黨之外 他同時並舉的就是 階級鬥爭一抓九年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千萬不要忘記起來鬥 大家回憶一下 毛澤東在文革中所幹的每一次鬥自己同夥的同時 他有沒有忘記我抓階級鬥爭 沒有 因為只有抓階級鬥爭 才能把所有的共產黨的敵人給控制住 才能把地規反觀 有一氣壁死的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牢牢的鎮壓住 這樣他才能放心大膽地去進行他的路線鬥爭 鬥爭他黨內的政敵劉少奇之流 是這樣 這才是文革的要害 沒有任命文革 因為在文革當中 整整十年沒有一天不搞階級鬥爭 沒有一天不抓階級鬥爭 沒有一天不批不鬥不打不處死階級爹 在文革當中所有的刑事犯罪分子 小偷、小窩的、強姦的、盜竊的 在判刑的時候 前面跳下三個字 叫反革命小偷犯 反革命盜竊犯 反革命流氓犯 是這樣 逆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中共在1949年建立了政權之後 逆行階級鬥爭 那有人經常會說這樣一句話 我到海外有聽到這句話 心裡挺難過的 為什麼呢 哎呀共產黨的毛澤東不就是中國的皇帝嗎 中國律朝律代的這個反動專制統治 統治、君主、統治、君主、帝制 不就是毛澤東曾經想的和搞的內套嗎 大錯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完全是 蘇聯在中國的樣板在實行 中共的統治 是西方馬力主義這個邪惡的思想 被俗話以後送到中國 我隨便說幾句話 我今天也不想多認為一張卡片 中國人自古以來不想監督人 我們從兩個方面解決地說一下 第一 從各派政治思想來看 大家都知道春秋戰略的時候 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候 中國各種各樣的思想派對 當時都能夠暢行無阻 大家知道 姚順的時候說的是什麼話 叫清九族和望榜 人神共榜 他講的是一個和 九族所有的氏族之間都要和 當時有一萬兩千個國家在整個中原地區 一個國家相當於我們現在一個鄉 他要和嗎 他沒說要搞階級鬥爭呢 左右了中國兩千五百餘年的儒家思想 他最可貴的思想是什麼 姑不說人呢 姑不說義呢 他說的是何為貴啊 他說的是極所不欲物是於人呢 他說的是歌無止之 誠意正心 其家之國拼天涯 他沒有說要劃分階級 進行階級鬥爭 還要進行裝陣 大家都知道 墨家講奸啊 講非公啊 講大家之間要互相友喊 講互相之間不要打仗 不要爭奪 大家也許說法家思考階級鬥爭 錯了 法家的核心的四個字是什麼 是 定分 台灣朋友知道 禮儀廉恥過之四為啊 他說禮儀廉恥是唯有一個國家的四個方面 一定要做到 從來沒有講到階級鬥爭階級 但是 不講階級 不講階級鬥爭更不敢專政 中國的古代歷史 從思想派遇上來說 沒有哪一個提倡階級 階級鬥爭或無產階級專政的 分成地覆反壞優 平下周末 平朗 下周末 周末 父末 地主階級 平下周末 在西藏內部維吾爾 分成平下周末 周末 父末 反動的龍牧業主 沒有啊 中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名詞啊 跨出來以後怎麼辦呢 那就鬥啊 就打啊 就殺人皆裁啊 所以 他的第二種迫害 給中國境內的所有的民主 以抓接去鬥爭來進行政治迫害 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 中國掉了八千萬個腦袋 被處死的 被害死的 被逼自殺的 被餓死的 一共八千萬 最保守的數字 共產主義和平說的兩位法國記者統計的 六千五百萬 這是目前所發現的最保守的數字 它是什麼產物 就是製造階級鬥爭 進行政治迫害的場 那麼中共對中國境內各種人民的第三個共同迫害是什麼 逆行兩度共產 兩度共產 實行經濟迫害 大家想一想 在做了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上下的人 都應該知道 毛澤東時代是窮自偉大的 誰窮誰革命 是不是這樣 1949年解放以後 地主 家被超了 天被分了 資本家 財產 被公司賀贏的 然後就徹底拿走 所有的民間社會裡面的 所有的有一點資產的人 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這個廠到哪裡去了呢 被國家拿去了 那國家是誰的呢 國家是一黨專政的 三十年當中 人民沒有資產 沒有田地 沒有房子 沒有太多的成錢 幾乎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什麼成錢 少數幹部資分 就給他贏了幾百塊的成果 就了不得了 那是一度共產 這一度共產 就是把民間人間的所有的財主 在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的血腥旗號下 全部給共產黨供掉 每一個經過戀愛的生活的人 恐怕都不會懷疑我講的這是血謊 那可是血跡斷斷的 那麼我現在要補充的是 改革開放以後 特別從1985年之後到今天 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並且一部分人既然能先富起來 為什麼我們無產階級 跟人家的子弟們不能先富起來 這是鄧小林的話 第二個共產開始了 如果說第一度共產是殺人劫財 以供人民之場 那麼第二個共產呢 這是獲民劫財 以赴了共產黨自己 今天在中國大陸 百分之零點四的人佔據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產 全國的財產 兩千多個高干子弟家族 佔據了絕大多數的人民財產 五百個家庭包括他們的燕親親 他們的朋友們 壟斷了整個中國的思想 政治、禁忌和文化 大家去看看中國大陸學者 曾飛先生寫的一篇文章 百分之一是怎樣掠奪百分之九十九的 他是專家 他把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 搞改良以自救的三十年裡 怎樣從一度共產過渡到二度共產 從各個方面講得相當的清楚 這個作者叫曾飛是一位學者 那我是一個作家 那我就講作家 我來想告訴大家 第二個共產是什麼 第一 今天中國大陸存在的一個事實 叫黨賣國土 在中國土地是國有制的 那國有制在中國就是黨有制 那黨有制就是共產黨制 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官員制 就是他們的 中國幾千年 全世界幾千年 沒有一個黨統治了全中國的土地 全中國的土地 所有的國家土地都是一個黨 這個黨要派就賣 要租就租 要換錢就換錢 要想自己口袋裡塞 就自己口袋裡塞 一個村長賣地賣了一千多萬 一分錢都給老百姓 黨賣國土 可是民國私田 國土你可賣 你也給老不信 一點點土地啊 一點土地都沒有 到今天為止 土地不能還到農民的家裡 中國到今天為止在中國大陸 不是跟著有其田 是黨要你跟你就跟 黨不要你跟你就跟不成 這個情況可是在全世界的歷史上沒有的 他結果是什麼呢 我講一個心酸的故事給大家聽 19世紀30年代 當中國共產黨第一度在中國搞共產革命失敗以後 第二個共產革命就從文學革命開始的 我下面會說 有一個著名的作家 他叫柔實 這是年輕的共產黨人 他的最有名的一篇小說叫什麼 叫為奴隸的母親 他寫了浙江鄉下一個已經結婚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 因為家太窮了 窮得過不下去了 這個女人呢就點妻就把自己點給城裡的一個地主 因為這個地主沒有孩子 這個地主的太太也就是夫人不生孩子 她就把自己點給這個地主 然後給這個地主生完孩子 再回到自己家裡來 在點妻的一年當中 她從地主那兒得到的錢拿回家養活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原來的孩子 可是 當她在點妻一年之後 果然為地主生了一個孩子 哺乳了一年 她是母子 孩子是母親身上掉下來的肉 地主跟她生的孩子也是她的孩子 她離不開這個孩子 她不是離不開這個地主 她天天想著自己原來的丈夫和原來的子女 可是她跟這個地主生的孩子 她的感情也均住進去了 懷胎生育又哺乳了一年多 她離不開了 她痛苦至極 她不知道究竟誰是自己的丈夫 哪一個不是他的孩子 就這麼一篇小說 叫《唯儒利的母親》 在三十年代撼動了多少有共產主義更名欲望的 年輕男女的心腸 可是我告訴大家 去年 海外有一家大報 非常著名的報紙 我就不點它的名字 它轉載中國大陸南方一個報紙的消息 說 廣東齊東縣 二百名婦女 集體到廣州市點期 把自己賣給有錢人 為他們生亡兒子 賺了很多錢 使他們的家鄉富裕起來 這是人說的話 哪個男人會把自己的太太送給別人生媽 哪個女人會為了給自己賺錢 去做人家的臨時太太 然後跟自己的親身不如 重新換手 又是不能再見 二百名齊東縣的婦女 集體上廣州為自己提起 柔氏寫的是萬惡的旧社會 二零一零年 可是萬惡的新社會 這就是兩種共產 給中國人們在精神、心靈、生活等一切方面所帶來的巨大災 這只是一個例子 今天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願意關心一下國事 到網站看一看 即便是許多親共的報紙 他們有時候也不得不登頂中國大陸的新聞 中國大陸這些苦難的人 我們的同胞該多少 何止其東西的兩百個婦女 那麼中國共產黨 對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第四個派 是什麼派 是 製造共產文化 地形王話 這個問題我略多講一點 我們今天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又在唱紅歌 唱紅色的電影 建黨大業不准人民建黨 唱紅色的歌曲不准人民革命對不對 那這些紅歌哪裡來的 這些紅歌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歌曲啊 都是高中社會主義的革命文藝啊 革命文藝有多少 從小說到電影到戲劇到散文到快版 那各自多少各種各樣的 文藝是被共產黨製造出來的革命文藝啊 為什麼更簡單要製造革命文藝啊 我簡單的說一個過程 我和朋友們在一起把它稍加清淨 中共的一切都是從外國來的 都是從世界上一個最壞的最大的設備給國家來的 都是從馬克斯恩格斯來的 大家稍微多一點所謂的維護主義維新主義的朋友 就會知道 赫格爾有著名的哲學叫對立統一規定 馬克斯把它發展的 赫格爾說的是在一定條件下 矛盾的雙方會發生轉化 馬克斯把它說成了什麼 只有絕對的對抗才能造成一個事故的變化 不要小看這一句簡單的哲理 只有絕對的對抗才能造成事故的變化 也就是說只有鬥爭才能造成變化 並且鬥爭贏了一方要對另外失敗的一方進行轉正 這就是階級鬥爭無產之間專政的革命原理的來由 那麼這個革命原理造成的階級鬥爭暴力 革命和無產之間專政 那最大的一個專政的和鬥爭的理論就造成了 它的一個文化現象 這個文化現象就是專門要表現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 你只要想寫我們人類社會的風波 你就必須寫階級鬥爭 你要想寫階級鬥爭 你就必須爭取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只要這樣無產階級賺了所有階級地域的政 那麼你才能夠創作文藝作品出來 你的文藝作品才能夠具有思想性 那麼恩格斯說了一句不同的話 叫典型環境下的典型性格 什麼叫典型環境 你是無產階級 你描寫一個工人 你就必須要描寫出這個無產階級的基本脫現 是五百元大 眼光很遠 富有階級性和革命線 每一個工人都是這樣 這叫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 所以就造成我們所有的創作都變成千人一面了 從蘇聯到人生作品開始 正是在這樣一個很可笑的經典回顧頭來看 講大都覺得嫌多了 這樣一個理論之下 革命文藝產生 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藝產生 剛好,1917年 尼寧推翻俄國民主革命的成果 俄羅斯共和國 就是現在的俄羅斯共和國 尼寧把它推翻了 推翻以後 1919年尼寧發表了一篇了不得的文章 叫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文學必須是由黨來組織 文學必須是共產黨領導 創作的無產階級文學 然後列寧成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學會 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學會的根本終於是什麼 宣揚階級鬥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歷零時代 創作革命文藝的前因,後果被解決了 馬斯斯大雲當政 斯大雲就解說,因為他已經當政了 他為了鞏固這個政權,為了製造建築鬥爭 他在蘇聯一步一步的推起了一個所謂的文權 那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很簡單 就是只能夠割社會主義的德 不能去社會主義的德 只能夠說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領導的好 不能說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領導的壞 作家是什麽? 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式 錯了 共產黨的作家 無產階級的作家 是扭去人類靈魂的工程式 如果我 如果我當年也認為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式 當我走向歷史的時候 當我了解了無產階級文藝的歷史 我才知道 他真的是扭去人類靈魂的工程式 我本人也被扭去過 正是在蘇聯的這樣一個所謂的無產階級文藝 無產階級的文學創作方法的前提下 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和黨的主政原則的前提下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第一次共產革命 失敗以後 他的第二次共產革命就從文學前開始的 1927年到1931年代 這一段時間 中國豁然出現了無產階級文學 連我們的大王好 他連社會主義什麼都不知道 他也要寫幾遍社會主義憲政主義的小說 今天回頭看 沒法公威 沒有辦法跟他祥林索哈克這段相比 全是廢 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用文學的煽動人心 要用文學的煽動青年走上無產階級的更迷道路 胡野平共產黨的作家 在他到莫斯科去這部長天小誓裡公開說 我們就是要殺光所有的國民黨 然後我們到莫斯科去享受共產主義的天堂 大家去看 他的小誓裡面就是這麼寫的 我十年前寫過一個所謂主聯胡烈士 我寫了六萬字 我就把這一代文學革命家們 共產黨文學革命家們 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 但是怎樣有殺國民黨文學的自由 我把它寫清楚到明白 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東西 我才知道 原來中國文學的無產階級文學的騎手 魯迅是黨中央文教委員會定的 魯迅死了以後 黨章又定了哥末路是中國文學的騎手 都是1936到37年 在延安由中共在窑洞裡面定下了中國文學的大師 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領袖 左連就是中共一手策劃 當然日本侵略我們以後 現在大家應該知道了吧 我想我們這些很多東西應該明白了吧 為什麼共產黨呢 以魯迅為首的左系文學 就是共產派文學 平命地反對民族文學 反對國防文學 日本在侵略中國 戰略了中國東三層 我們產生了民族文學 純屬自然 我們要求國防文學 也是純屬自然 要抵抗外族侵略 拼命反對 讓魯迅打這個牌子 喊出一個什麼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民族是假的 共產黨不要民族 革命 共產革命才是真的 共產革命要發動共同兵 所以要大眾 就這麼一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把整個的中國三十年代文學 一個很好的 有成就 有方向 有道路 這樣一個文學 一個文壇浪的天翻地覆 這之後 大家看看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共產黨不勘戰 共產黨自己講的 一份勘戰良民宣傳 毛澤東的秘書幾位說了 毛澤東在延安說 我們不能勘戰 我們勘戰 我們勘戰就是搬出獎劫 是搬出反動的地主大三階級 去保衛中華民國 我們堅決不能勘戰 這現在都是公開的秘密 每個人都知道了 可是你們發現了嗎 什麼 尤其這製作 什麼黃河 都是在不勘戰的延安窑洞裡面創作出來 勘戰的軍隊沒有時間去寫這些 抗戰的文藝歌曲 不勘戰的中共八路軍 天天在寫靠著歌曲 這是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一個定時的很像話的事情 我明白這個問題 老實講的 這近十年才明白 在我研究延安的很多問題以後 我最後才發現 原來他們把一些在所謂國土地區 就中華民國地區 統治地區 這些有作為的青年藝術家 作曲家們 把他們吸引到延安 用抗日吸引他們到延安 讓他們利用他的才華 延安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很艱苦的 沙漫是個苦地方 後來種大煙賣大煙也就不苦了 在沒有中大煙賣大煙之前 你知道毛澤東特批什麼嗎 讓寫心海和這些作學家們 文藝家們每天一個人一直起 專門寫抗日歌曲的 證明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幹的 那你和爹說 他信用來的還都是有才華的 新青年藝術家 什麼尤其對峙歌 什麼《青沙戰鬼》 什麼《黃河》和《黃河》 到今天為止你唱起來就挺動聽的 你看 釋迦的欺騙的文藝 撩去了我們的靈魂 讓我們以假為真 以真為假 全中國 這倒近二十年中國大無歷斯反思 誰都知道國民黨不堪战 中華民國是救中國 四九年前是黑暗的社會 屬於這樣嗎 怎麼來的 革命文藝所起的作用太大了 1949年以後我就不詳細說了 大家都知道 運動文藝 每一場運動都會有文藝 1960年我十三歲 我下放到安徽省帆昌縣去勞動 十三歲去勞動 在路上走過去天快黑的時候 我們自己同學都嚇得之哆嗦 因為路兩邊都是餓死的農民的屍體 1960年的11月12月左右 我小小年輕 我小小年輕 餓著肚子 在讀了一些共產黨詩人的詩歌 我當時讀到一篇詩歌 這篇詩歌寫得很美 我現在很累 十里桃花 十里陽柳 十里陽柳 十里紅旗風雨凍 江南春龍四九 潑上掛翠 田里流游 山歌悠悠悠悠 一個著名的詩人寫的 我十三歲就把他背在心中了 我對他崇拜不已 可是 二十年後 當我自己成了專家作家 當我和他同事的時候 真的 我沒有理睬過他 因為我又讀到他的詩集 又讀到這本書 他後面寫了一個註冊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 樊長縣到五湖的路上 可是 那個時間正是我下方 勞動農村裡 鵝瓢撇雞的時候 老來的山歌悠悠悠悠悠 老來的江南春龍四九啊 那個時候的詩歌 荷蘭省大妖精的著名詩歌 得到第一名的 大是兩位昂是海 一頭扎進樑的環 咕咕咕咕喝來水 誰拉我也不起來 不起來 不起來